早上5点55分 欢迎加入5月11号早安台湾 我是钱丽如 今天国内外的重点讯息 我们先来看早安快报 首先来关清 气象局指出菲律宾东方海面上的低压 正在逐渐发展当中 未来将朝西北方向前进 而美国专家则说 很可能发弹成热带气旋 如果成台将会是今年第一号台风 黄风 另外法国过去24小时 境内新增了70期的死亡病例 而这是法国3月17号以来 最低的单日通报死亡数据 而高雄昨天晚间9点多 某间知名的佛牌店店家疑似遭到枪击 店门口玻璃裂成了蜘蛛网状 所幸无人受伤 目前警方正在寻现追查当中 而台铁一班海线列车的女车长 故意不拨音提醒乘客 而且呢导致乘客坐错车之后 还坏心的把过程自曝在网路上 现在台铁要追查 更多新闻内容马上回来 具现金箭气势案一件性别不明的遗体 昨天在车内被发现 调查人员表示这辆车是脏车 尸体被发现时全身裹着布置露出双脚 目前警方已经着手调查死亡原因 而霸函投票胜不到一个月霸函团体全面的在台湾宣传 而现在针对这件事蓝绿也各有布局 时间来到早上六点整了 随着最近天气逐渐变热 是否台风季也即将要来临了呢 气象局表示菲律宾东方海面上 有低压正在逐渐的发展当中 未来将朝西北方向前进 而美国气象专家表示 该低压很可能发展成热带气旋 而美国模式的模拟路径图也已经出炉了 如果成台的话将会是今年第一号 台风名字叫黄风 好 另外还要关注的是高雄市三明区 昨天晚间九点多 一间知名佛牌店家疑似遭到了枪击 店门口的玻璃破裂成了蜘蛛网状 索性是没有人受伤 而警方获报赶到现场之后 嫌犯已经离开了 目前正在寻线追查当中 另外要接着看到的是在台南 新事发生一起自撞翻车意外 一名女驾驶疑似变换车道的时候 没有注意直接撞上了分隔岛 导致车辆90度的翻覆 当时状况交给佑璇 今天很多人的问候宇恐怕是 你昨天加油了吗 因为今天凌晨零点开始 由于国际原油价格回升 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公升各条涨2块钱 还有2.2块钱 创下了近8年以来的最大涨幅 因此昨天从下午开始加油站就出现车潮 比较是国内的疫情 昨天连续三天零确诊 而且是连续第28天都没有本土个案 等于过了两个的潜伏期 指挥官陈时中表示 代表台湾社区目前已经是相对安全 疫情能够控制住 他说也要归功与全台民众的配合 而昨天刚好是母亲节 这28个林本土 也是送给全天下母亲最好的母亲节领悟 而且要告诉大家 昨天指挥官陈时中也在记者会上说到 口罩日购有了新规定 不知道大家去哪里庆祝母亲节呢 昨天全台包括了餐厅啦还有饭店 甚至百货美食街 你可以看到都出现了大批人潮 业者是露出了周围的笑容 而其中我们看到百货美食街来看呢 很多的消费者都涌巢而出了 不过你可以看到 大家其实都真的坐得蛮紧的 因此呢就发现说有一些消费者 是没有依照座位上的叉叉的指示 隔出社交安全距离 因此呢找不到座位 很多人就直接呢也把叉叉的座位呢 也一屁股给坐上去了 所以这个呢在昨天也让防疫的措施 面临了挑战 不过考量这一次防疫 现在很多人呢都还是 避免外出用餐改交外送 所以意外的让外送员的事故率 没想到也上升了 今年4月台北市的外送员摄入的事故数 还有自身受伤数 以及外送事故的总受伤人数 都创下了今年的新高 而根据统计常见的肇事原因 包括了没有依照规定让车 或是没有注意前车的状况 以及超速失控 所以提醒大家在行车的方面 外送员您还是要注意自身的安全了 接下来还要看到是扩大纾困的方案 新北市杠上了中央 上周五的时候 新北市将9000多份的申请书 送到卫福部要来审核 一度遭到了拒绝 指挥官陈时中昨天表示 纾困审查基本的方向是 宁可错发但是不要少发 合格就要发钱 而且经费他说早就拨给了地方 申请案也不用全部都送到中央来审核 中央是充分的授权给地方来执行 不过责任将由中央一肩扛下 对此新北市长侯友宜强调了 他都是按照政院的指示 他也表示现在卫福部又说 地方能审就审 因此今天针对资格符合的 就会送出纾困金 来自彭博社的最新讯息要告诉你 美国副总统彭斯因为发言人上周五确诊 已经开始自我隔离 没有出席周六的白宫会议 而彭斯目前的检测结果仍然呈现阴性 另外稍早美国的疾管局的局长 还有食药局局长以及佛奇医师 也宣布自我隔离将会在家办公 这是来自美国的最新消息 国内要带您关注的是台北市市林区 昨天晚上11点多发生两辆车对撞的意外 其中一辆逆向的银色轿车 驾驶在警方到场之前 竟然就汽车逃逸了 怎么回事交给云满 遭控炸西 他挂保证说操盘保证会获利 被害人至少超过了20人 损失金额数千万元 而事后这名保险员必不见面 被害人现在串联要提高 以后